在接连经历了解放战争和大跃进之后 中国陷入了大饥荒那个人吃人的年代里 底层老百姓苦不堪言 吃饱饭是人们唯一的诉求 1961年5月17日 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了 国家粮食库存告急的情况 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 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调查 才知道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必病 毛泽东被迫承认 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 我负主要责任 直到1961年6月 中共中央才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其实早在1951年 共产党内部便有人觉醒要发展经济了 1951年 刘少奇在马列学院一期学员讲课 内容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 其中他勾画了一幅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步骤和图画 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 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 集体 私营 合营 个体 因各得其所都应得到发展 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后 因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 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 刘少奇反对过早的动摇削弱 甚至否定私有制 反对过早的采取社会主义步骤 但当时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刘少奇 令他立即收回讲话 从此 毛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也就越来越大 毛曾多次批评刘的想法 甚至密主高岗亲自去沈阳查阅东北的敌尾档案 了解20年代少奇在奉天被捕后的现象 毛泽东秘密调查刘少奇的历史 这就不只是一般的思想分歧问题可以解释的了 而是意味着毛对刘的信任与忠诚产生了动摇与怀疑 1959年4月 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提倡学习海瑞精神 要党内高级干部敢于讲话 随后吴涵在1960年发表文章《海瑞罢关》 海瑞罢关的内容是海瑞因为不畏强权 平反冤狱 退还明天而被罢关下狱 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毛泽东曾经赠送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给乌涵 以示对其作品的认可 同年 刘少奇出任中国国家主席 直到1964年底的中央会议上 毛泽东与刘的分歧才公开化 同年10月苏联政坛发生异变 伯列日年夫以非正常方式逼迫最高权力者 赫鲁晓夫黯然下台并取而代之 毛泽东的深度怀疑与激烈反应 促使毛酝酿打击刘少奇在党内的势力 决定从中共北京市市委开始 北京市市委被毛认为是侦察不尽 水泼不尽 即被刘少奇彭真彻底掌控 当时的彭真任组织部部长 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和刘少奇关系密切 而毛的夫人江青于1965年在上海长期停留 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安排下 由张春桥与姚文元协助江青工作 毛在北京硬推不动批判海瑞的文章 于是只能让上海的江青秘密的搞 1965年11月10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文章 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关》 此文将海瑞罢关中海瑞退田 平渊玉的内容与1962年以来受到批判的 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联系起来 将海瑞罢关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从学术问题、历史问题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 吴涵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后 对姚文元联系现实政治所做的批判不服 认为海瑞罢关是1960年写的 而鼓吹包产到户的单干风是1962年出现的 他无法在1960年遇见1962年出现的事情 吴涵的辩驳使得姚文元的文章失去说服力 但毛却坚持认为 海瑞罢关跟庐山会议有关 赞扬海瑞为民请愿 即是赞扬彭德怀为民请命 剧本就是企图为彭德怀平反 1965年12月21日 毛泽东指出海瑞罢关 要害是罢关 他说 家境皇帝罢了海瑞的关 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关 彭德怀也是海瑞 在毛泽东那里 吴涵的问题一开始就不是作为 学术艺术问题 而是作为政治问题提出来的 现在说就更直接了当了 实际上 批判 撤免吴涵的目的 是攻击吴涵的上司彭真 彭真又是刘少奇的支持者 打倒彭真 就可以攻击刘少奇 在党内的地位与支持 党内两种不同意见 在激烈地较量着 按毛泽东的话来说 那时就是资产阶级 专了无产阶级的镇 毛泽东真诚实单 力薄的孤家寡人了 刘少奇会下 有一庞大的干部部队 和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分别掌控了 中宣部 文化部 教育部 组织部 外交部 中联部 国务院和各部委 党校和社科院 报刊出版等舆论机构 以及北京市委等审市的要害部门 这也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 正是因为毛泽东看到一大批人 都不支持自己的想法 担心自己会被资本主义革了拳 毛害怕下台 于是就发动了这场血腥 惨无人道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发出了516通知 也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这份由康申 陈伯达起草 毛泽东修改的通知 指出党内政府里和军队里 混入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而三个月后 在北京发生的红八月屠杀 则被视为文革期间红色恐怖的源头 就在红八月期间 当时已经67岁的 中国一代文豪老舍 与数十名知名作家 于1966年8月23日 被压到北京孔庙内 他们头顶地 跪在冯烧金具服装书籍的烈火堆旁 被数百名红卫兵用木刀 铜头皮带 劈头盖脸 狂乱抽打数小时 之后再被拖回北京文化局 继续遭到毒打 然后被送到公安局 直到半夜才获准回家 且被命令第二天还必须接受批斗 不堪受辱的老舍 隔天一早 便走到位于西城区的太平湖 投湖自杀 此后 上海 广州 南京 厦门 等诸多地区 都发生了领导干部 知识分子 教师 黑五类 等被红卫兵批斗致死的事件 而这十年浩劫期间 到底有多少人遭杀害 至今人无定数 说法从数十万到两千万不等 海外研究学者认为 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 学生们怎么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 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 在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下 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 把他们通通说成是 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 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 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 他们撤销了时任高教部长 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祥的职务 北京的中学在六月初停课 工作组也在纳伊时期进入学校 刘少奇以堂堂国家主席的地位 把一个中学校长称为反党反革命 反社会主义分子 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 以及让他的女儿冷酷无情 违背法律程序地去迫害这位校长 文革初起 毛泽东躲在外地不肯回京 委托刘少奇处理运动问题 刘少奇派出工作组 毛就指责他镇压革命群众 执行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如果刘少奇不派工作组 毛同样可以指责他放弃党的领导 对抗文化革命 当毛泽东发现刘少奇 落入他精心部署的陷阱之后 于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 初尔反而地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 指导文革的运动方式 仿佛毛本人从来不知道 也从未同意过派工作组一事 1966年8月4日 毛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 对刘少奇搞突然袭击 指责他在北京镇压群众运动 并深色俱力地点出 牛鬼蛇身在座的就有 刘少奇当时未能按捺住 对毛初尔反而的不满 曾冲口而说出 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 有五条不怕 第二天毛就写出了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同时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 把林彪定为接班人 刘少奇则从第二位降掉了第八位 从此刘少奇被赶出了 中央一线的领导位置 开始了漫长的软禁批斗 关押并最终被折磨致死的黑暗岁月 刘少奇 等党内一大批干部 正是为了贯彻毛的指示 强化党的领导 派工作组下去领导这场整人的政治运动 结果和基层的干部群众发生冲突 毛泽东巧妙地利用了人民群众的不满 使刘少奇等人处于政治斗争的不利地位 当人民群众得知运动的重点是整栋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而这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真实指示 人民群众就迅速积极地投身到文革的狂潮中 将不满情绪发泄到各级官僚上 在文革中他们又迫切需要毛泽东的支持 从而又将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推向高潮 毛泽东使用他惯用的各个击破的手法 将刘少奇等一大批他认为有碍于他的路线的干部打倒 直到1968年 学制还尚未恢复 工厂也不招工 红卫兵分裂成帮派 经常发生武斗 尽管毛泽东等领导人已经一再呼吁 复刻闹革命 要年轻人回归正常生活 但覆水难收 社会正当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 到1968年暑假 大学人不招生 工厂人不招工 1966年到1968年 三届高中毕业生 共400多万人留在城中 失学无业 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中共领导人担心文革初期 曾经发挥巨大作用的年轻人 会给城市的稳定造成威胁 于是决定把他们送到农村 接受教育参加劳动 1968年12月22日 人民日报文章 引述了毛泽东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 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 1968年 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 几乎全部前往农村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总人数达到了1600多万人 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农村 这是人类一次反都市化的行动 工业化期间发生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 知青们普遍感觉 在农村生活艰苦 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 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 文化生活也几乎为零 与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进入70年代以后 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 从军 考试 并退 顶职 独生子女 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民意 逐步返回城市 到70年代后期 出现了大规模的抗争 知青们通过请愿 罢工 卧轨 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 强烈要求回城 其中已在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 政府始终回避的一个事实是 上山下乡 其实只是缓解了政府所面对的 无法安排城市中 毕业生就业的压力 而无论对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来说 还是对接受下乡知青的农民来说 这个就业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它只是从政府手中转嫁给了农民 因为在经济落后地区 务农的插队知青 不一定能养活自己 往往还需要靠城市里的父母接济 如果政府把强迫知青到农村里苟活 称为解决就业问题 只会挑起知青的怒火 对接受知青的农村生产队来说 知青的到来一般不会增加当地的农业产出 所以下乡的知青其实是来分农民饭吃的 正因为如此 当时许多生产队拒绝接受知青 即使接收了也只肯接收 寥寥数人 还要求政府另给补贴 由此可见 上山下乡运动中 安排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 其实质是政府强迫农民养活城市经济 无法雇佣的失业城市青年 这绝不是就业问题的解决 而是把政府职责和财政负担转嫁给农民 是变相地对农民强征知青税 直到1979年初 国务院才允许知青返城 此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 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 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就在青年轰轰烈烈上山下乡的同时 毛泽东依然在与人斗 其乐无穷 曾经最亲密的战友林彪 被毛泽东轻定为接班人 林彪曾倡导个人崇拜 称毛主席是天才 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 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 谁反对他全党共诸之 全国共诸之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 在江西庐山举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林彪首先发言 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 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 这次谈话成为整个林彪事件的导火索 众多中央委员误以为 毛泽东已经放弃了张春桥 并积极向毛泽东和林彪效忠 许室友甚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将张春桥劳改 引发了毛泽东震怒 从而开始了批诚整分运动 毛林从此分裂 1971年8月 毛泽东秘密难寻 沿途经过各省市 与地方负责人谈话 下毛毛雨 公开他与林彪的矛盾 宣布第十次路线斗争 为斗到林彪做准备 得知毛计划的林彪之子林立国发动政变 需要强调的是 571工程纪要是林立国写的 而非林彪所为 林彪在出逃之前 甚至从未想过要离开 但是那么多年目睹了彭德怀 刘少奇 吴涵等一个一个被折磨致死 林彪心里对毛泽东是怀疑的 他深知毛翻脸无情 不会念起革命友谊 毛只是想保四人帮 况且毛难寻的讲话 已经让林彪嗅到了兔死狗喷的味道 所以只得随家人一起乘坐飞机猖皇出逃 不幸的是 飞机在蒙古共和国境内坠毁 前后细节迄今没有得到彻底澄清 调查林彪专机出事原因的工作小组 提到飞机上的弹孔问题 他们认为是机翼中电路起火引起爆炸 他们从技术方面得出结论 如果导弹击落 则弹孔应当穿透 而所谓弹孔实际上是呈单面炸开 而屡次外翻 这一点证实 该弹孔并非是导弹所致 不管真相是什么 与毛有分歧的人都走了 如果说是巧合 上天也过于偏爱毛了 1976年9月9日 82岁的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 华国锋在军度的支持下 逮捕江青 张春桥 王洪文 姚文元 这场灾难就此落幕 2018年 中国的高中历史课本 便将由领导者错误发动 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严重灾难的内乱 等对文革就有定性的词句 全部删除 而以艰辛探索概称 毛泽东因为个人的揣测 发动的这场革命 影响到了接下来的两代人 所以我们仍然需要 知道历史的真相 也才能更好地理解 中共的价值观